季陶首長也全都到場 跟立委候選人牽手喊話 強調要為2024大選頌選努力 讓我們歡迎新北市的大家長 郭勇英市長 市長站在我們主席旁邊 共同提名 每一個選區都是最強戰將 台北市蔣萬安市長 讓我們歡迎台北市蔣萬安 接下來桃園市張善政市長 桃園市張善政市長 歡迎 善哥我們繼續努力 要桃園也要一起打批 再來新竹縣楊文科縣長 新竹縣林桃楊 楊文科來到現場囉 文科縣長在定位 再來是基隆市 謝國良市長 讓我們歡迎 基隆小愛爸爸謝國良 接下來是我們夏立妍副主席 讓我們歡迎夏立妍副主席 來到獎台前方 接下來連勝魂副主席 歡迎連勝魂副主席 黃建廷秘書長 有請黃建廷秘書長 也來到我們獎台前方 曾明忠總召 歡迎曾明忠總召 我們提名委員大家都站定位 提名委員就是我們的最強後盾 就是把每個選區最強戰將給挑選出來 介紹我們第五梯次七個選區 提名委員 首先新北市第十二選區 提名廖仙翔 青年上陣為你打拼 讓新北展翅飛翔 讓媒體歡迎廖仙翔 憲強一個一個跟大家來擊掌 代表憲強已經準備就戲全力以赴 憲強站在我們主席跟侯市長的中間 代表有信心為新北市十二選區 迎回來台北市第二選區 去爭招有淑慧 勇敢監督挺身而出 敢戰場拼就是有淑慧啦 女戰神全力打拼 過去是台北市議會最強女戰神 未來全隊會是國會最強女戰力 台北市第六選區移民羅志強 國會新戰力強棒出擊 無人難敵 讓我們一起支持羅志強 強哥出手共同打拼 讓大家都能夠越來越強 羅志強加油 基隆市提名林沛翔 改變的力量 基隆新希望就選林沛翔 非常加油 非常努力打拼 跟小愛爸爸謝國良 共同打造最有愛的神勢 就是金融市 來我們請我們提名委員會委員 跟我們今天提名的立委候選人同志 共同雙手都牽起來 來 象徵環節 一票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少 我們為我們世會提名同志 來喊凍蒜加油一下 廖先強 鬥蒜 廖先強 鬥蒜 游淑慧 鬥蒜 游淑慧 鬥蒜 羅志強 鬥蒜 羅志強 鬥蒜 林沛翔 鬥蒜 林沛翔 鬥蒜 我們都要努力 全雷達 討不鬥蒜 好 討論 謝謝 謝謝 我們先請這第一梯次的四位立委候選人 先行就座 感謝 那我們再請我們提名委員站在台前 因為我們接下來介紹 第二梯次 桃園市第一選區 提名劉許婷 有話直說勇敢行動 桃園挺牛的 劉許婷 牛氣衝天 勇往直前 不畏困難 不怕挑戰 共同營造 打拚 劉許婷 加油 新竹縣第二選區 提名 林思敏 為你努力 為你拚 新竹向前行 就選林思敏 劉民加油 共同努力打拚 台中市第五選區 提名 黃劍豪 年輕力量 前進國會 青年接棒 北屯劍豪 劍豪加油 共同努力打拚 台中第五選區 北屯 北區 都要有我們年輕的力量 國會要改變 國會要努力 青年接棒 北屯劍豪 來 共同一樣 我們把雙手都牽起來 象徵團結努力 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跑 好 我們為三位立委候選人 來畫凍蒜加油 才對 好 劉許婷 凍蒜 劉許婷 凍蒜 林思敏 凍蒜 林思敏 凍蒜 黃劍豪 凍蒜 黃劍豪 凍蒜 我們都一起全力打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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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夥伴共同努力 感謝 謝謝 謝謝我們所有的立委提名同志 以及我們的提名委員 感謝我們先請我們三位立委提名同志 先請回座 我們也請我們立委提名 我們所有的提名委員先行就座 來 包括我們的新北市侯友宜市長 包括蔣萬安市長 包括張善政市長 請先行就座 我們也請完所有主管 大家先行回座 感謝會名署長 接著請主席發表講話 各位與會的同志 各位好朋友 今天 我以 最隆重的心情 最莊嚴的態度 我們本黨 根據 科學的數據 根據 我們各地縣市長 立委 立委 及立委 提名同志 大家 共同的意見 我在這邊 莊嚴的宣布 本黨 增州 增州 侯友宜同志 參選 2022日 中華民國 總統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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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共同的決心 感謝 感謝 這段期間 所有 辛苦 努力的 好朋友 跟黨內的同志 我們 用 所有的 努力 心血 共同 來整合 來協調 來團結 我更要感謝 郭台銘董事長 他展現出 一位 國際級企業家 的遠見 更堅定 愛我們的中華民國 愛我們的民眾 他 跟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打拼 今天 更 展現出他的氣度 跟我們大家要 團結在一起 堅定的來支持 全力的來支持 我們 提名的 侯友宜同志 我相信 郭董事長 一定 是我們藍軍 最重要的領袖之一 也是我們重返 2024 重返執政 最重要的夥伴 我們用掌聲 謝謝郭台銘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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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 我們未來 為了兩岸的和平 國民黨 一定要重返 執政 讓我們大家 放下小我 共同創造大我 為了全台灣的民眾 為了中華民國的未來 我们一起团结努力 团结胜选 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 让我们共同组成最强的战队 共同团结胜选 今天是中常会 我们通过征召侯友宜市长 及七位立法委员同志 这个星期六 五月二十号早上十点钟 我们在中央党部 要请我们总统提名同志 及所有立委及立委提名同志 各县市长 跟我们党务干部中常委们 我们齐聚一堂 我们共同团结选施 让明年的520 国民党重返执政 为台湾拼好日子 先拜市长侯友宜 获国民党征召参选 2024总统选举 侯友宜的副手人选 也引发外界的好奇 那么国民党全代会 预计会在7月下行举办 侯友宜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能够寻觅适合的后手人选 一票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